环境的问题大概有几个可能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说如果将来你要把这一整个环 这里面的东西你把它搬回家的话 记得你将来就是要把整个资料夹复制回去 所以我们是放在那个低碟底下这个 所以你到时候搬的话就把这个整个搬到 你自己的那个家里的电脑里面的这个路径 将来它一定会开启的时候 一定比如启动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 Equibus的时候 它一样会问你说你的Wallspace在哪里 那你就是直接在告诉它 这样的开启其实不会有问题 这方法一 但如果说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PY档 直接就放进来 其实也可以的 只是说你可能就要先什么 先new一个另外再new一个新的这个专案 比如说这边专案已经有test1 test2好了 那假如说呢 我又另外建一个 这个I am create source 然后finish 那我又建了一个这个test2之后的话 那里面一定是空 对不对 如果我要把之前我写的程式把它放过来的话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一样你就找到你有放PY档的地方 类似像这样 那一般你可以按右键复制有没有 你就直接到这边src3按右键直接贴上 它就ok了 这是方法二 ok 我自己习惯怎么做呢 我自己习惯这样 看到这个PY档 那如果我要拿一个我就直接拖拉 到src 放开 这样就过来 打开就可以walk了 也可以拖拉 反正这个环境其实还蛮好用的 而且不是只有python的程式可以这样用 其他写java的程式也可以这样一模一样的方法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刚刚同学问到那个环境 就是我之前放懒人包的旧版 没有放这个java 所以如果你假设选的环境就是选 好像我们有两个 一个有java的环境已经安装 一个好像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那你就开起来就失败 所以怎么办呢 要不你就下载新最新的版人包 那解出来之后 你只要告诉他 你的那个java在这里 那我预设的设定都在 那个equip下面这个有个齿纹的设定档 按右键可以编辑 将来就是改这个地方 第二行就可以了 告诉他说你的那个 我预设好像是c吧 所以如果我们这边放d的话 你就把这个里面的第二行c改成d 跟他讲说在第一点底下的这个路径底下 有个java 我java就放这边 后面就是我们那个执行java的那个程式 java.es 这样的话呢 打开 你就不用担心说 没有装那个java环境的问题 大概这个问题 其实他应该就差不多了 尽量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 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还蛮单纯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list OK 所以这个list的这个部分练习 一样我刚刚的 那是谁 那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执行给各位看的结果 就是直接输入嘛 输入几个成绩 那输入完之后呢 直接按什么呢 按 输入-1 他就直接告诉我 有几个学生 总分平均最高最低 那要怎么做 首先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说你要放 这个你要输入的成绩 那特别注意 因为我要放这些成绩 第一个 你要放哪里 特别注意 请你先开一个 变数 后面的话呢 记得要用这个中瓜糊 那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空的一个list 空的串列 那将来这些东西呢 会一个一个被放进去 OK 那放进去会长什么样子 一定是中瓜糊 第一个的话变成98 豆点95 第三个就豆点96 后瓜 反正再放它就一直放 有没有 append append的意思是说 放到后面去的意思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又宣告几个变数了 包含就是total 就是将来输出总分的部分 那ins go的话就是输入成绩 成绩预设等于0 那一样 因为我不知道说你要输入几个 直到负一为止 我就跳离的话 那我就画一帽 前面讲过嘛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嘛 就让它输入 所以 请输入学生成绩 那因为呢 学生成绩将来要变成数字 所以我就把它用evo转型 98的文字变成98的数字 放ins go里面 那做什么呢 第一件事 就是看看它是不是输入为负一 如果不是的话就增加它成绩 如果是的话呢 是负一的话 那怎样就break嘛 所以我自己判断 如果ins go呢 假如不等于负一的话 不等于负一做什么 就把成绩放进去嘛 所以成绩怎么放进去 就把ins go怎么样 放在s go 特别注意哦 底下这个地方哦 就是append哦 所以你要怎么append哦 特别注意哦 就是把它放进 这个s go里面去的话 第一步哦 前面一定是串列名称 然后后面加一个点append append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这个输入的成绩 ins go把它放到这里 也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就这样的写法哦 这个就是把成绩放到 串列里面的动作哦 OK 所以这边里面最重要 就这一行 append OK哦 那对应的话呢 一定会有一个什么 空的一个list 对应到append 把成绩放进去 输入的成绩就放到这边 他就把98分呢 放到这个中瓜谷里面 OK哦 然后呢 一直输入啊 再来95分 96分 最后呢输入负一了 所以负一的话呢 ins go呢 是不是不等于负一 不是 所以else else是什么呢 就负一就break嘛 所以底下就一行 break break意思是什么嘛 离开这个回圈 没有要输入成绩哦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做什么呢 把底下的这一个 这个有点像报表 帮我把那个简历的报表列出来 共有几个学生 那几个学生 共有三个学生 那我只要几个学生 所以有printer printer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共有有没有 几个学生的话呢 关键的地方完了 就是呢 把那个串列 串在中间 有没有 用len 然后呢 瓜谷里面就放scope 那因为要串接嘛 所以必须把它转型为street 有没有 它串在中间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这个 不用转型的话 其实printer 我前面好像讲过 你可以用逗点 逗点 这边的话不转型 你用逗点 这样也可以 你就不用转型 但是如果你加逗点 它会变成说 在这个前面会加一个空白 后面也会加一个空白 那逗点 等于是一个参数 跟下一个参数 那printer 会自动帮你 把那个 空白 OK 总分多少的话 那你就是把这个sum 把这个scope 外面包个sum就可以了 总共几分 就是用sum 外面里面的话就放那个串列名称 然后呢丢到total 就是总分 那平均的话呢就是把平均就是把这个total除以总共几个人 所以哦 total除以几个人 有没有 那就平均 但是呢 average有没有就是total除以总共几个人 但是average可能不是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如果要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平均成绩 有没有 我可以用format 这个前面做过了 本班成绩 为这个 那就是把刚刚的那个total放过来 哎呦我用format 所以总分你可以冒号d就可以 就是这个是放个什么 放个整数 或者如果你不想放冒号d啦 你干脆放个中瓜虎 这样也可以啦 这意思说我把那个total的东西放过来 ok 那平均成绩如果要取得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如果你你放这样它就会 就会小数点到几位就是 会有很多个小数位数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哦 把它变成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大瓜虎 移到中间 冒号.2f就可以了 ok 这还蛮常用到 所以建议这个可以把它记一下 尤其format这个非常的好用 那最高分的话呢 当然就是用max 有没有 把它放score在里面 最低分的话呢 那就是mini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分别 把成绩给计算起来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跟你sio比起来的话 哇 因为如果用那个 python的话 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 但是哦 在那个 这个esl里面的话 其实它 就让你可以看到 ok 差别在这里 实际上是做一样的事情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的话呢 待会呢 我们会再做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现在当然是一个一个成绩慢慢输入啊 可是现在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 比如说像那个成绩的计算 都是用机器啊 用那个画2V铅笔嘛 那成绩都已经 算好了 那将来交物处会给我的是一个成绩的一个档案 ok 所以哦 如果我将来 假如说他给我的是一个档案的话 而不是我一个个慢慢 总不会笨笨的就是说 人家给你 你要把它印出来 然后你要用手动key 对不对 应该不会吧 你就有了 你就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ok 所以哦 待会的话 如果人家已经给你的档案 那你要怎么样把那个档案的成绩 直接就贿入 对不对 我要怎么可以直接把它放到scope里面去 档案哦 放到scope去 然后再计算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试一下 这些程式吧 这一就是说 可以先把它当范本 然后慢慢熟悉它 好 以后的话需要用的话 你拿来用 ok 慢慢熟练 因为像这种东西其实 短时间把它 把它记熟 真的还是 不太容易 好 所以尽量是用理解的 像这东西其实 把它背起来也没什么意思 ok 尽量哦 如果可以的话 把这些东西能够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叙述 那以后想要做什么样的运算 就做 赶快就是可以很快的把程式打出来 那其实一般工作上大致上也都差不多 马上先把资料先把它放到程式里面 第二步的话呢 再根据你的需求做一些什么你的统计分析 最后呢输出你要的这个结果的报表 有没有 现在很多短语都这样 那只是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 也可以把这一串全部串在一起 快速的变成一整串的动作 这样好处就以后 资料来了 一下报表都出来了 后面当然也可以把它做成视觉化的 有没有 你看你要画成 脂肪图 圆柄图 趋势 折线图 或者是关西 泡泡图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马上有一个结果出来 对吧 这样的话也很方便 你要做决策 马上就知道了 OK 这部分呢 请各位试试看 OK 好